在今天早盘解盘开始前 我有个好说告诉大家 因为YouTube的推荐机制 为了让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都要更多推荐量 现在只要你稍微动动手指 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 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添加我的助教 找他免费去领取一份 我们的日本蜡烛读记录课程 课程很实用 不要错过了 好 下面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的盘面 市场行为包含一切交易所见 大家好 我是刘老师 欢迎来到我今天早盘解盘 今天是2022年的8月25日周四 那么昨天因为时间关系 这个让其他老师 代替我录了一次这个早盘 好 那么今天 来 我们看到这个盘面 应该说我们今天 这个整体的一个盘面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 这两天的这个行情 也都该走的走出来了 虽然说昨天没有给大家去录 但是这个 我们昨天的话 这个盘面 这个机会还是可以的 无论是货币 还是这个金油 都还不错 至少相比较这个周一周来讲 还是一个 有看重的一个行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欧元 今天的话呢 欧元我们的这个操作 大家注意 今天我们这个针对欧元的一个操作 怎么做呢 大家看到 这一根红色的趋势线 大家看到没有 放在这 应该也是有几天了吧 对不对 这一根红色趋势线 是整段从这个高点到这里下跌的趋势线 是吧 那么这一根线呢 到目前为止是一个点 两个点 那么现在是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还没有用过 对不对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位置的一个趋势线压制 那它必然就会对价格产生一定的反馈 我们且先不说 这个价格到这一根趋势线这个位置 它是这个下的很多呢 还是下一部分 还是说直接突破 对不对 那基本上直接突破的这个可能性 非常非常低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一根趋势线 你想要最终的破位 对吧 你很少很少说第三次就破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趋势线的位置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是我们今天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 做空的一个位置 当然这个空大家注意 你看 这个空有一个注意点 就是我们不会去看它一个心低 意思就是说 这一波假设上来 空下来 我们不是说去看心低的 不这么看 而是我们只会看一段 也就是打一个点的一个利润 为什么这么看呢 大家可以看到局部 从前天 这个昨天 你看 在低位连续拉起这种两根的这种长阳 对不对 大阳线 对吧 所以你看 像这个位置说明什么 说明价格 对于这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烈的一个抵抗 所以说 那么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就暂时 由于它抵抗的力量比较强 那OK 我们暂时不看心低 我们只做一段打点的一个利润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好吧 那至于什么叫打点 那么其实一直有听我的这个早餐同学 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好吧 那么欧元比较简单 趋势线空就好了 好 先我们看英镑 英镑相比较来讲的话 这个昨天 其实就没有欧元那么强 显示相对会弱一点 好 那么英镑我们今天的思路 大家注意 是怎么做呢 其实也是做空 其实也是做空 一样的 一样的 来 你看到 最近的整个的一个操作 就是欧元跟英镑 这两个 这哥俩 思路呢 还是比较接近一致 好 大家看 在这里呢 我加两根趋势线 第一根趋势线 是这个大的 第二根是个小的 对吧 一个大一个小 好 那么这两个 一个大一个小的话 我们说这个大的 就距离比较远 对吧 先放着 那么小的呢 已经到了 大家看那个 小已经到位了 是吧 那我们说的空点 在这空吗 不是 这个小学线 我们不用了 注意 这个地方 我就是担心 有些同学 自己趋势线一画 老师 到位了 空 不空 OK 不空 这根线 我们直接放弃 不要空 好 那这个 为啥不要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也就不做细讲 我就直接跟大家去 讲我们今天操作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能空了 到老地方找我吧 好吧 好 我们今天的一个空点 大家注意 昨天的话 这个英镑 我们看到 这一波起来之后 其实比较小 对不对 虽然说它起来之后 涨 然后下来 开始涨 对不对 那整体的这个动能 其实相对 还是比较弱的 对吧 OK 那么基于这样的 一个情况的话 大家注意 今天我们的一个 英镑的空点 在哪里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 今天我们英镑的空点 在这 这个蓝色的区间 比这个前高 稍微高一丢丢 比前高 稍微高一丢丢 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 那其实这个位置的空 你看 大家 对不对 那为啥空呢 你看 这啥 不用我说了吧 对不对 我在前天的这个 早晨跟他讲过 是吧 这个地方 你用不同的理论去解释 就有不同的一个名称 但是意义都是一样的 对吧 下跌 中继 供给区 对不对 密集成交区 对吧 都是一个位置 都是一个位置 那么今天的话 英镑 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去做它的一个空 做它的一个空 就好了 好吧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先讲原油吧 来 其实昨天原油的 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 这个比较可惜 没有跟大家讲到 昨天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 内部的一个 这个早盘当中呢 当时我给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昨天原油也是经历了一个 比较剧性的一个变化 好 当时我们在我们内部的一个 早盘的这个视频呢 在讲原油的时候呢 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当时早上录完 然后呢 价格在这个地方去接多 但是呢 价格是差了一点点 没有给到 然后就开始走高了 走高上去之后呢 那么这个位置 当时我就放弃了 或者来讲 做修正 别放弃了 做修正 然后呢 然后在我们当天 昨天下午的时候 给我们内部同学做直播的时候 做这样的一个思路 这些都是有图有真相 要有视频有真相 做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大家看 首先 先是做了这两个高点连接之后 拉下来通道 但注意 这个通道的取点不是取这 不是这里 而是这两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两个点 好 然后呢 中间这一节怎么处理呢 我们加了一个中轴线 加了一个中轴线 当然这个中轴线是手工化的 会有一定的偏差 但大差不差就可以了 好 那么加了这样的一根中轴线以后的话呢 那么昨天原由我们的思路是就是这样子 价格回落到这里 如果说出现信号了 可以多 如果说不出现信号 不多 如果说价格直接打到这儿 直接就可以左侧 这个是我们昨天下午 我们内部直播的这样的一个 做了思路修正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原由 的一个操作 那么最终呢 是在昨天的晚间哈 是在EIA数据公布以后是给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迅速拉起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原由怎么做呢 大注意 今天我们这一波的原由的一个操作哈 还是以低多为主哈 还是以低多为主哈 大家懂过类子吧哈 低多为主哈 好 那么这个低多怎么去多 首先我们第一点还是要考虑的是什么哈 中轴线位置哈 这根中轴线今天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啊 中轴线哈 呃 同理哈 同理 价格到达这里之后 啊 到达这里之后哈 是需要等信号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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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等信号的 这个地方哈 下来等信号 有你就多 没有就标动啊 那么呃 下沿这个位置的话呢哈 呃 也可以继续用哈 下沿这个位置可以继续哈 总之基本上今天整个原由的思路哈 就继续按照着这个通道去走哈 要么中轴线 要么下沿哈 都是继续多哈 都是继续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吧 大家注意哈 今天原由哈 还是一个采取低多的一个 这个思路好吧 啊 大家看到哈 其实在整个目前的这个原由来讲的话呢哈 呃 你把周期放大哈 你发现一个问题 对不对 啊 这个位置已经是什么哈 已经是 过了 对不对 啊 之前我们说的什么震荡的高点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突破了 是吧 啊 所以哈 现在的话哈 基本上短期之内我们可以确定哈 原由哈 的这个方向 它的一个操作 还是一个什么 以这个低多为主 低多为主 原由 好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黄金哈 呃 黄金的操作哈 这个在 前天的这个晚间哈 有一波数据哈 给它拉起来之后 大家注意 好 就这一波数据哈 这一波数据拉起来之后哈 看到没有哈 就这个阳线 对不对 哈 那么这一波拉起来意味着什么呢 好 看一下哈 首先我们画虚实线 好 虚实线 对吧 好 那非常明确 啊 虚实线 好 怎么样 破了吧 对不对 虚实线是不是破了 没问题吧 好 好 虚实线破了以后呢 啊 我们说 倒势点 它破了没 还没破 对不对 倒势点在哪 就在这里 是吧 啊 就在这 下跌 对不对 反弹 下跌 反弹 下跌 反弹 下跌 是吧 在这 好 那么现在哈 这个 呃 黄金哈 今天一早上就开始往上拉升 哎 正好到倒势点这个位置受压 哈 目前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制回落 是吧 看到没有 对不对 好 好 那么哈 注意哈 那么我们讲哈 他破了趋势线 现在正在考验倒势点 对不对 注意哈 大家注意哈 破了趋势线之后的这一波拉回是没有新低的 对不对 无新低 对吧 包括这个地方 是吧 啊 所以大家注意哈 现在的话呢 对于黄金来讲 一小时整个的一二三法则中的两个已经有了 现在就差一个破倒势点啊 那到底能不能破呢哈 这个呢 我们不做主观的一个猜测啊 我们只做一个呃 局部的一个拆解 我们看一下哈 哈 再看哈 现在黄金局部的一个走势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低点的一个连线 哈 你看 有没有一点感觉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糕点哈 给它合起来 有没有一点什么感觉没有 哈 是不是有点像收敛三角形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对吧 只不过呢 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方有一个重压 对吧 哈 所以大家看哈 现在的话呢 其实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在往上破位了 哈 现在面临一个重压 那么我估计哈 哈 这个应该还会再往下回踩一下哈 哈 踩的浅呢 估计就是踩到这个呃 高点哈 踩的稍微深一点 可能就是这个下沿的这个位置 对不对哈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局部拆解之后 你发现什么 哎 好像黄金可以多 对不对哈 没有错哈 就是这个意思哈 没有错就是这个意思哈 我们假设这个呃 前面没有倒是点存在 擋住哈 擋住哈 对不对 那我们通过局部的这样的一个拆解 其实就得到了哈 我们是要去做多的一个思路 是吧哈 所以呢 我们就是刚刚就是我说的哈 我们不去呃 主观的去猜哎 这个点到底能不能破 我们从局部的啊 啊 是主观猜测哈 不主观猜测能不能破 我们局部去拆解啊 局部去拆解这样的一个呃 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啊 所以大家注意哈 今天对于这个黄金的这个操作来讲哈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部走势的时候啊 其实就很好做了 对不对啊 无非就是回落多 回落多啊 凭此而已 对不对啊 好 就是这样啊 回落多啊 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大家今天注意哈 今天黄金我们的操作呃 应该说距离我们这个其实点位哈 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你看到没有啊 如果回的近一点也就是20个点 回的远一点就40个点啊 总之今天黄金下来拉回我们做多啊 你看对吧 正好相当于采回第三次 对吧 第一点 两个点一连拉过来哈 采回第三次上去 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的顺利成章 是吧啊 OK哈 那么呃 今天的话呢哈 这个在几个品种里面哈 黄金可能是稍微 让大家去动点脑子去理解的 好吧 啊 其实针对这种局部的这个拆解的话呢 呃 我们说 在我们的交易当中哈 其实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哈 如果你想针对这一种呃 局部的拆解更加细致的一个学习的话哈 哈 那么还是那句话 到搞地方找我 好吧 OK哈 也像是我们今天这个找盘解盘哈 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 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